哈囉大家好我是湯 今天終於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買的化妝品們 那跟去韓國比起來呢 我覺得我在日本買的東西數量少蠻多的 可是我還是盡量每一樣都有上臉時差給大家參考 我現在嘴巴上的唇色呢是這個Visa的04 然後我後面的時差呢會是差比較厚版本 我現在這個是差比較薄的 那顏色會以後面時差的為準 因為那邊的顏色我會校正一下 那這邊可能就不會 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那先從我比較喜歡的RMK的這兩款底妝來說 我很喜歡它現在就是更新版本後的包裝 它已經更新成這樣好一陣子了 應該大家都有可能看過吧 就是它們很經典的底妝產品 然後一個是比較薄透的 然後這一款呢 塑膠殼的呢 它是比較有遮瑕度的 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這兩款都還不錯 我都有達到它們的訴求 這一款正方型的玻璃瓶妝的呢 它就是薄透 然後遮瑕度稍微比較低 大概是低到中這個階段 就是稍微的膚色不均可以幫你修飾 然後妝感是真的很薄透 然後我自己前幾天呢 去上了一個彩妝的進修課 有一個妝感呢 它是要薄透自然的 然後我就是用這一款幫模特兒上 我覺得創造出來的妝效也很好 而且模特兒它是乾肌 就是跟我膚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模特兒的膚質本來就還不錯 然後用了這一款之後呢 就是它的瑕疵呢 就只剩下黑眼圈要在修飾 其實它臉上有一點點小小的膚色不勻呢 就是只靠這一罐很低的遮瑕度 就可以修飾了 然後創造出來的質感呢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粉感 沒什麼妝感 就是非常非常自然不透的類型 所以我覺得它能夠使用的膚質還蠻多的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的皮膚瑕疵 沒有那麼多的人的話 也會更適合使用 那因為我自己是混合偏油 就是鼻子T恤這邊出油量比較多 這兩罐用下來呢 我都是會出油的 那尤其是這一款呢 它出油之後的妝感會比較像是奶油肌那樣子 油量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那這兩款比起來呢 我自己覺得我的膚況呢 會比較適合用這一款 就是遮瑕度稍微再多一點的 這一款我覺得它遮瑕度呢 是中度到中高的中間 就是還沒有到像歐美的高遮瑕度底妝那麼遮 就還蠻適合我有瑕疵的肌膚 但是日常使用 就是如果我不是要畫歐美的那種 非常乾淨的底妝的話 這款遮瑕度我日常使用是ok的 但是它呢我用起來呢 出油量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說它就是出油之後 會比較像奶油肌那樣光澤會比較多 當那個奶油肌的油量又再變更多的話 就會真的變成滿臉油光 所以我自己平常在用的話呢 我其實是還要再加上這種控油的隔離妝前 搭配起來的那個油量就會比較適當 像我今天就是有先用Colormark的隔離乳 然後再用它 然後目前是帶妝大概七個小時左右 可以看得出來有出油 但是出油量還沒有說到非常崩潰非常多這樣 就是我覺得搭在一起使用下我是ok的 這兩個我用起來都沒有暗沉問題 就是我覺得RMK是一個我可以繼續再嘗試的品牌 我可以看得出來 剛開始上的時候是這一邊霧面的會比較貼 然後這邊比較薄透的它反而會有一點不貼 會有近看很近很近的看會有一點乾紋 但是現在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兩邊我覺得都很貼 這邊的妝效會比較有一點奶油的感覺 謝謝大家 就是包含額頭跟鼻子兩側臉頰這邊 兩邊的油光都比較明顯 然後這一邊的油光會更重一點 鼻翼也只有微微的卡粉而已 不過兩邊的泛紅都跑出來了 原本這邊遮瑕力就比較弱 他的泛紅就是幾乎是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這邊大概是剩一半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底妝的優點應該是 他們就算出油之後粉體也不會卡在毛孔裡面 看他最後吸完油是什麼樣子 如果是喜歡比較自然妝感 然後帶妝時間就是七八個小時左右的話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需要帶妝超過十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就是需要補妝了 因為他現在這邊鼻頭的毛孔就比較明顯 然後還有他就是不怎麼暗沉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暗沉的問題 差不多 膚色差不多 這次的膚色選擇還蠻特別 再來是薑圓道的粉底組合 再來是薑圓道的粉底組合 就是我當初會想買這一組呢 就是因為他有送刷子還有送一個護唇膏 就覺得一樣價格可以買到這樣的set 還蠻讚的 然後我就買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真的不太適合 就是有一點瑕疵的膚質 因為他的遮瑕度幾乎是接近零了 而且他是沒有辦法疊加的 就是你就算多上一點 上個兩三層 他還是 他還是維持原本你瑕疵的狀況 然後他又是屬於那種 就是比較保濕型的粉底 又保濕 然後又沒有什麼遮瑕度 在我臉上呢 用起來就是 我上妝過沒多久就會像素顏 所以我記得我粉底實測 我就是有錄到 不知道三四個小時吧 結果後面就沒有再繼續紀錄 因為那個時候我看起來就已經像素顏了 就覺得好像沒有繼續紀錄的必要 所以這個呢 如果你是有點瑕疵的肌膚 就是應該是不需要嘗試了啦 我個人其實是可以接受遮瑕度偏低的 因為像RMK那一款 正方形的 玻璃品那一款 他就是遮瑕度偏低 但是他還是可以把你的 膚色布女稍微修飾過 但是這一款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我就是多疊兩三層 他還是 呈現一個有差跟沒差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就比較沒辦法 然後他這個set裡面附的刷具 我是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比起一般就是 買粉底一送刷具的那種刷具來講 我覺得他送的這個是比較有質感的 然後也不會刺 就是我有用過也不會刺 就還不錯 然後也不怎麼吸粉底 這是我已經用過 可是他也沒有什麼結塊 刷子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然後護唇膏就很普通 也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有點像是凡士林這樣子 就這個set裡面我最滿意的是刷子 其他東西我都覺得 他的妝感非常非常的薄 然後遮瑕度也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質地有像木絲狀 那我的用量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還是想要疊到一定的遮瑕度 但是就是疊了兩成 還是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泛紅啊 這些肌膚上的瑕疵 其實都還是看得到的 他就是比較有光澤感的妝效 就是沒有到水光 但是也沒有像自然光那麼多 大概藉在這兩個中間吧 就他遮瑕能力大概只有 比潤色隔離霜再好一點而已 比我想像中的遮瑕度再更低 他本來就已經是很低的遮瑕度了 然後他吸油之後掉粉量還蠻多的 我覺得他已經幾乎像素顏了 好像沒有必要再繼續紀錄了 遮瑕膏我買了兩個呢 一個就是這個很便宜的 賽上的這個液態的遮瑕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資深糖 這個已經非常經典的就是高遮瑕的 它名字叫做Foundation 但是就是大家應該把它當作遮瑕膏來使用吧 賽上這款呢是有一個觀眾 有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說 他覺得這款很好用 所以就想說他那麼便宜 就買來試試看 他在眼下呢也不會太乾 然後鼻翼也不會造成卡粉 然後遮瑕度呢大概是屬於中到中高 沒有到我很喜歡的蘿拉那一支那麼高 就是稍微再低一點 但是以開價這個100多塊而已吧 這支還不錯 但他色號很少 他色號就只有兩個 我印象中就是淺色跟自然色 然後我買的是自然色 就是拿來遮一下黑眼圈 跟鼻翼泛紅是OK 如果這款跟我很喜歡的就是開價遮瑕膏 FIMI比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FIMI是遮瑕度稍微再低一點 這款再高一點 然後這款的質地呢是比FIMI又再更厚一點 就是沒辦法它遮瑕度就真的有高一點嘛 所以它是有再厚一點 然後兩款都是比較乳霜狀的 所以我覺得保濕度都算還不錯的 那唯一就是真的可惜是它色號有一點太少 就只有兩個顏色可以選 那如果本身瑕疵就沒有到太嚴重的話 其實單用這款就很夠了 但是我黑眼圈比較重 單用它是沒辦法 所以我還有再就是加這個 資深糖這個 這個遮瑕度就真的超級高 超級高 就是你只需要拿刷子 輕點一些 然後再把刷具清稍微比較乾淨之後 便便再稍微把它拍開 就要用這種方式來上妝 不然它會太厚 像我這邊痘痘它完全遮得住 但是它就會現在對看有一點點裂掉 就是會比較乾一點點 但是遮瑕度是真的 好強喔 然後它的色號呢 我記得其實有超多種 但是在一般藥妝店 好像就是只會看到那四個 那我自己也是在買之前呢 才上網去爬紋看一下大家的試色 我的膚色算是自然偏白 然後是黃色調的 用這款H100我覺得還蠻差不多的 黑眼圈跟痘疤遮的都還蠻OK的 因為它的遮瑕度真的太好 所以大家在購買之前 那個顏色真的要特別去查一下 不然你買錯色號 就是應該就會非常難使用 我沒有買任何定妝產品 也沒有買眉毛產品 所以就直接進入眼妝的部分 我買了這個資深堂的局部夾 沒有特別好或不好 就是夾眼尾跟夾眼頭 都夾起來 就還可以這樣 然後它也沒有太貴 就是一個還OK的產品 再來我還要買個這個 K-MATE出的很有趣的黑色打底膏 一般眼部打底膏 大家都是做膚色或是透明的 然後它是做了黑色的 這個可能是期間限定的產品吧 因為我去的時候剛好是萬聖節 我不確定現在還買不買到 那我一開始就覺得這東西可能是一個噱頭 但是我實際去店裡面就是試用那個產品 就發現有塗它之後再上眼影 真的顏色會變暗 但是它單獨上在眼皮上面的時候 會有點稍微像塗不勻的感覺 你的手指頭邊緣就是儘管拍開了 但是在中間就是我塗比較多的地方的時候 會覺得它比較沒有辦法均勻啦 不過後面再上眼影之後就看不太出來了 到目前大概過了七個多小時 眼摺也沒有什麼基線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是可以買的耶 就是蠻好玩的 可能不是那麼實用啦 但是蠻好玩的 就如果你的眼影顏色不是那麼多的人 你可以買一顆 就是等於你多了這個底膏 你的一顆眼影的顏色就可以變兩個顏色 還不錯吧 眼影的部分呢 我只有買這個 Kemmae新出的18號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非常適合秋冬 就是尤其是冬天 稍微冷一點的時候就會喜歡畫一點 比較有著色感 比較灰 比較 痾或是說比較髒髒的眼妝 當然它的顏色就還蠻像是這種感覺的 這盤呢它都沒有霧面色 但是畫起來的眼妝呢還是像這樣 就是稍微小煙燻 然後比較內斂一點 主要我覺得就是因為它的顏色都是比較暗一點的 如果是很怕眼妝畫髒的人 那這盤的顏色確實是比較沒那麼實用 或者是你就單獨只使用兩三個顏色 不要五個顏色都使用 眼妝看起來就比較不會一圖勾在那裡 我是覺得秋冬很適合買一盤來使用啦 儘管天氣沒有很冷 但是我的妝容還是有種秋冬的感覺吧 眼線液我買了蠻多的 因為我覺得日本他們還蠻會出這種特殊色的產品 然後這是Maybelline的這兩款呢 是紅色跟藍色 我自己是覺得他們家棕色的那款很好用 就是筆尖可以畫得夠細 然後只是出水量有時候會不穩 你需要在紙上面繞一繞 就是它的水分才會出來 然後這兩個顏色呢 是台灣沒有進的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買一下 反正就可能 像我今天的妝容是用紅色這個 它畫起來其實是有點紅咖啡的感覺 也沒有到真的完全很紅啦 反正這系列的眼線液呢 我用起來不太會暈染 只有黑色 黑色小金蓋那一款 我會稍微比較 眼紋會稍微暈一點點 咖啡色跟其他色系 我都沒有暈染的問題 再來就是這一款眼線液 就是我只有在新宿的一家藥中店有看到而已 然後是被它的包裝吸引 因為我覺得非常非常漂亮 有沒有很古典 然後它的顏色呢也很特別 就是你看它外殼這個顏色 就是它眼線液的顏色 就是這種 有一點加了牛奶的綠色嗎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綠色 然後跟這個比較深的墨綠色 就顏色上非常特殊 然後我現場試畫 覺得筆尖也還可以 感覺可以我就買了 但我覺得 反正買這一款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包裝太吸引人了 你看裡面長這樣 它真的像書一樣可以這樣翻 這邊還有說明 就非常非常可愛 你看它的筆拿出來之後裡面包裝還有這些細節 這個包裝我是肯定不會丟的啦 再來這次呢 我有買到我非常喜歡的睫毛膏 就是這個我已經在IG上忍不住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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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的 應該在很多藥妝店都可以看到 因為它就是一個第一名的頭銜 然後它是溫水卸除的睫毛膏 就是真的是要溫水才能夠比較好卸除 要不然用一般的眼唇卸妝液 我覺得還蠻難卸的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它是溫水可卸 真的是卸超久 後來我用這款的習慣就是 我就是卸底妝的時候 一起再把睫毛膏卸除 然後再用溫水稍微把它搓一搓 就覺得好卸蠻多的 我非常喜歡它的刷頭 就很像就是最近很紅的1028 是這種比較細小的刷頭 所以你在刷下睫毛的時候也會很好刷 比較不會沾染到下面的眼皮 再來就是這一款創造出來的睫毛效果 也是我比較喜歡的樹狀感 然後它還有一個最棒的優點 我覺得就是它用那個燙睫毛器在燙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融化 因為就是你刷睫毛膏之後 再用燙睫毛器燙 有時候有些睫毛膏 應該說大部分的睫毛膏都會融化 然後只是看它融化的程度是多是少 那這一款我覺得它是幾乎不太會融化 我覺得很神奇就是它用溫水可以卸除 可是用就是燙睫毛器它是熱的東西 這樣去加熱它它居然不會融化 這什麼科技 把它的妝效妝感什麼的我都非常滿意 然後加上燙睫毛器之後那個捲翹度都不太會掉 我個人真的是大推推到不行 但是也有人說它用了之後會摧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就是蜜糖毒藥論 先不要大買 就是先買一支用過你覺得OK你再買 像我自己也是買了一支然後覺得好用 然後就買了又再多囤了兩三個 那我那個朋友Rachel她用的都也是喜歡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睫毛膏我還有買了一個很特殊的 是這個螢光黃色的 這一支我會買是因為我看到我一個朋友 就是FISH 它就是用這一款拿來刷下睫毛的效果還滿好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還顯色 所以我就買了 因為它也沒有很貴 我記得好像一百多塊台幣而已吧 顯色度是真的還OK 就是會很明顯看得出來你的睫毛是彩色的 而不是那種半透明的顏色 懂我的意思嗎 但我不喜歡它纖維太多 就是我用的時候會需要再就是稍微清理 我覺得如果有時候就是搭配妝容 需要用到這種彩色睫毛膏的話 它的效果是還不錯的 而且我記得它顏色蠻多的 又有綠色、藍色、螢光縫色 就是選擇性還蠻多的 大部分我都有上臉試色 欸!我忘記擦唇膏了 會不會對淡我 本來也有 Rick 原因 dessyn complexit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